在美国有一个众所熟知的热知识 就是一个人家中如果有大量现金 很多百元现钞 那么这个人不是搞药品的 就是开立春院的 大家好 我是顾颖琼博士 2024年9月11日 拉斯维加斯当地警方突袭 一家被两个华南控制的立春院 发现大量现金 同时还有两名小姐经过甄别 华南房东和小姐们都是国内的非法移民 被抓是因为钓鱼执法 警察通过给有暴露亚洲装树的广告发短信 而确定了唐人街的地址 随后警察在街对面安装了监控 发现每天会有近百名各种男人出入该场所 警察感觉是条大鱼 被抓的小姐虽然也是非法移民 但是被释放 在这里补充一个冷知识 小姐们会说自己是被骗来美国的 随后被强迫 然后按照美国法律可以给受害者绿卡 我想说太多华人想在美国赚快钱热钱 结果落入了圈套 现金也变成了当地警局的奖金 不过小姐们倒是获得了美国绿卡 可以留在美国